男人为何总想占有别人的老婆呢? 第一位男人年过三十,事业小成 按理说也到了开始考虑婚宴大事的事情了 可是他就是不想 问他什么原因呢? 他说对所有的女孩子都没有感觉 不是觉得他们轻浮作作 就是觉得他们矫情没有内涵 他称这些女孩就是脱光光钻进她的怀里 她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而见某一些温文尔雅 以为人妻的女性 即使是隔着一条街 也会心潮荡漾哦 因此近十年来恋爱都没有谈成 第二位婚姻未过七年 却已经到了七年之样 老婆姐妹的好友兄弟朋友的妻子 都觉得比自己的老婆好 于是呢就期待着 曖昧幻想着另一番品味 便开始来往紧密 创造可乘之机 暗示若干之后 虽然遭过拒绝 但还是百折不挠 第三位男人就是结婚两年 妻子满腹牢骚 何患之时总是双眼紧闭 妻子很唠叨很恼火 这个男人也就会不宠信他了 让男人觉得老婆总是别人的好 对于自己的老婆 时光慢慢的磨光了往日的激情 那些曾经满身的优点 在一双紧盯着她的眼睛里面 渐渐的失去了色彩 而因为糟糟糕糕的相容相及 那些曾经不被看到的斑驳凸显出来了 渐渐的满身的优点的老婆 变成了满身的缺点 而别人的老婆因为仅仅是远瞻 你所看到的却只有优点 两者相比自己的老婆是越来越差 别人的老婆是越来越好 这便让一些男人对自己的老婆 越来越没有感觉 对别人的老婆是越来越有欣赏之感 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远瞻和近亏的一个问题 你所看到的都是优点的 是别人的老婆 在她老公看来也同样有着很多的缺点的 很多婚约并没有缺憾 缺憾的是你没有欣赏婚约的一个 缺憾的是你没有欣赏婚约的心态和眼睛 对于老婆你更要去发现她的美 放大她的美 不是有人说过吗 生活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 再见